哈囉 大家好 我是蒟若 台灣是一個在西太平洋上的小島 面積約為36000平方公里 這個大小大概就像中國的海南島 或是日本的九州 馬來西亞的彭亨 不管你是來台灣旅遊的觀光客 還是剛從國外回來的台灣人 除非你是從非洲大陸過來 不然你一定會發現台灣有個很詭異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塑膠貨幣使用率非常低 去哪裡消費幾乎都會使用現金 很多地方甚至完全不接受刷卡 像是雜貨店 傳統市場 小吃店或是攤販等 嚴格講起來你不用辦信用卡 也可以在台灣生活一輩子 前提是你要有足夠的存款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 使用信用卡等虛擬貨幣來交易 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有些國家甚至已經有點半強迫人民使用信用卡 好比說你在美國加油你就只能使用信用卡 因為它不像台灣的加油站 是採用半人工半自助的方式 如果你在美國要租車沒有信用卡 人家也不讓你租 你去飯店住宿要收押金 櫃檯也是拿你的信用卡去過卡 願意接受現金當押金的真的很少 所以很多公用客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會有很多疑問 比如說為什麼塑膠貨幣使用率這麼低 掏錢找錢都要花時間很不方便 還會擔心被搶 而且如果店家都用現金交易 政府怎麼知道你的營業額 會不會有逃漏稅的問題 台灣的紙鈔和錢幣到底又長什麼樣子 要如何分辨台幣的真偽 以下就要來幫各位解答這些就算你不知道也無所謂的事情 台灣的信用卡持有率大約是65% 其實不算太低 但為何很少人在使用呢 因為對於大部分的台灣人來說 辦卡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方便 而是要為了累積信用 也就是當你今天想買房買車 或是需要大筆資金的情況下 銀行才會願意借錢給你 那麼在使用現金消費的情況之下 政府該如何知道商家是否有誠實繳交營業稅呢 關於這個問題 台灣在1950年想到了一個辦法 就是讓收據變成不只是收據 而是變成一張樂透彩券 如果你有在台灣消費過 你應該都看過這兩個東西 這就是台灣特有的名產統一發票 長的是舊款的 短的是新款的 一般我們都稱它為發票 上面所有商家的基本資料之外 還有你所購買的產品 數量還有金額 這點也幫助了許多台灣夫妻 成功抓到另外一半外遇 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 怎麼會有人把去汽車旅館開房間的發票 放在自己皮包裡面當證據的 真的是笨死了 像我都直接拿給桂萊小姐 不過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發票的上面 有一串兩組英文加八組數字的編號 在台灣每年的單月份25號 財政部都會公開得獎號碼 通常說會有五組八位數的數字 還有數量不等的三位數字小小獎 一年總共有六次隊長機會 至於隊長的方法非常簡單 除了特別獎一千萬台幣 和特獎兩百萬 這兩組一定要八碼權重之外 另外的三組投獎號碼 只要對中末三碼就有兩百塊 對中末四碼就一千塊 對中末五碼就四千塊 對中末六碼就一萬塊 對中末七碼就四萬塊 權重就有二十萬塊 所以你會發現在台灣的愛心捐款箱 不只有人會捐零錢 還會時常看到有人在捐發票 而且政府還會公布 是哪個縣市的哪一家店 中了大獎 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花了多少錢 藉此來提醒消費者對獎 曾經就有人去便利商店飲飲 只花了兩塊錢 就中了特別獎一千萬 雖然說中大獎的機率非常低 不過說要中個兩百塊 一千塊這種小錢呢 其實還真的蠻容易發生的 就連我這種倒霉透頂的人 都曾經有中過四千塊錢 不過接下來一整年都供估就是了 所以這樣的做法等於間接讓人民變成了稅收的監督者 因為每個消費者都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靠一張發票來發財 消費者就會要求店家要開立發票 而且如果商家開立的金額不實 比如說你買一百塊的東西 但是發票上面印的是十塊 你還可以去舉報商家 他們就會收到罰款 而你則可以收到一筆檢舉獎金 所以久而久之 商家就習慣了這樣的作業模式 而消費者也習慣了把發票當成樂透的幻想模式 但是在這邊要提醒各位 在台灣並不是每一間店都一定要開發票 有些地方是政府允許你可以不用開的 比如說你的月均營業額是在20萬台幣以下 或者是你是屬於運輸業 醫院教育單位 公家機關金融業或是保險業等 但是不用開統一發票 並不代表就不用繳稅喔 只是變成像商家收取固定營業稅 這個又要牽扯到地段 店家的面積還有伴奏商品的性質等 在這邊我就不多講了 再來是觀光客最害怕的問題 我帶那麼多現金在身上 萬一被人搶劫了怎麼辦 在這邊我想告訴各位 根據台灣內政部警政所的統計 去年2018年全台灣的遲屑搶劫案 數字非常的可怕 一整年總共有三起 如果按照全台灣2300萬人口下去做計算 那麼你將會有高達766萬分之一的機率 會在路上被人搶劫 比飛機失事的機率還要高1.8倍 你確定你這樣還敢來嗎 以上的總統原因都影響了台灣塑膠貨幣的使用率 但是這樣做真的不好嗎 就拿美國3億人口來說好了 裡面大概有2.2億人是擁有信用卡的 那你們知道全美國總共有幾張信用卡正在流通嗎 答案是9億張 等於平均每人有4張信用卡 如果把它全部攤平排放 足以造型地球1.6圈 美國的現金流通率也是世界最低 只有5% 剩下的95%都只是帳面上的數字 所以他們表面看起來消費能力很強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 刷卡只是在跟未來的自己借錢 並不是不用還 所以到最後只能以債養債 反正只要還玩得起 就不必擔心會出事情 相較之下台灣比較偏向於使用 簽帳型的塑膠貨幣 像是悠遊卡 如果你不想帶那麼多現金在身上 行程又剛好都安排在市區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選擇購買悠遊卡 然後把錢儲資在裡面 不論是便利商店特定的店家 停車費或是坐公車火車捷運都可以來使用 但是搭乘計程車的話 要記得先詢問有無悠遊卡功能 雖然這兩卡好用 不過還是有幾點要特別注意 第一儲資的金額上限是1萬塊 第二單比最高消費的金額為1千塊 第三單日最高消費的金額為3千塊 第四如果要回國辦理退卡 最多只能退3千塊 第五無居留政治觀光客 若遺失悠遊卡 是無法辦理掛屍也不能把錢要回來的 這點要特別留意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每天儲值需要會用到的金額就好 畢竟這張卡片是設計成小額付費來使用 不是讓你購買昂貴的物品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呢 那就來介紹一下台灣的貨幣 但是我時間也沒有很多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去汽車旅館 所以我只會介紹正規的貨幣 紀念幣或紀念鈔那種我就不講了 我們先從硬幣開始講起 總共有五種幣值 分別是一塊五塊十塊二十塊還有五十塊 其中一塊五塊十塊上面印的都是蔣中正 但是新版的十塊印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兩種都是正規的十塊 大小也都一樣 至於二十塊上面印的是莫納努道 如果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電影賽德克巴來 但是那個不重要 因為二十塊現在在現金的流通率幾乎為零 我大概已經有十年沒有看過了 至於五十塊上面印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也是唯一全金色的硬幣 如果你剛來台灣還不會分辨的話 你只要記住 幣值越大的 他的大小就越大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鈔票也是五種面額 分別是一百塊兩百塊五百塊一千塊還有兩千塊 其中一百塊的正面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背面則是位於台北陽明山上的中山樓 兩百塊的正面是蔣中正 背面則是一九一九年於日據時代完工的台灣總督府 二戰結束後到2006年改名為借壽館 也就是希望講屆時能藏壽的意思 2006年後又改名為現在的總統府 而兩百塊的鈔票 基本上跟二十塊的硬幣一樣 都是屬於流通率接近0%的貨幣 市面上幾乎看不到他的蹤影 有時候甚至店家找我兩百塊的時候 我還會認個幾秒鐘 稍微要回憶一下這什麼東東 大概就是這麼稀有 至於五百塊的正面不是總統 而是曾經在1998年和1999年 拿下美國小馬聯盟世界哨棒幾乎賽的南方國小哨棒隊 背面則是台灣特有的生物梅花露 和海拔3492公尺 排名全台灣第28名 也是台灣三界的第二名 有著世界奇風之爭的大霸尖山 至於一千塊呢 我真的想不通 因為正面印的既不是總統也不是偉人 更不是台灣特有的生物或是建築物 而是四個小朋友一起看著地球儀 更誇張的是這四個小朋友 竟然還不是真實人物 而是用電腦合成的虛構人物 一般台灣人都會用小朋友看地球來稱呼一千塊 邊面則有四樣東西 分別是台灣特有的鳥類地質 台灣特有的植物塔塔佳紀 台灣的最高峰玉山祖峰 還有我去了兩次阿里山都沒看到的日出 這個版本自從2004年發行之後 我聽過至少不下200個外國人問過我 這個到底是不是玩具超 我在這邊同意要回答各位 雖然這個一千塊長得真的很醜 設計他的人也很無恥 喜歡他的人更是下流 不過他真的是貨真駕駛如假 包含了流通貨幣 再來就是兩千塊了 他的正面是台灣製製的人造衛星 浮穩摩莎一號 背面則是台灣特有的魚類櫻花鉤穩龜 還有海拔3742公尺 也是台灣第八高峰的南湖大山 這樣兩千塊不但很難用 而且還非常的危險 因為在台灣一千塊就已經算是大超了 有時候身上剛好沒有零錢 拿一千塊去買個五十塊的東西 都可以感受到 店員正在用念力詛咒我出車禍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拿兩千塊出來給店員找 我是不是會被詛咒出車禍兩次 難道這樣還不夠危險嗎 所以他在市面上的流通率 就跟兩百塊是一樣低的 大家都聽過 但是很少人看過 影片的最後要教各位 如何分辨台幣紙鈔的真假 如果你上網搜尋 大概會找到六七種方法 有要照光的 有要上下轉的 還有左右轉的 等你全部驗完之後天都亮了 在這邊要教各位一個非常快速 而且只要一招就可以分辨的方法 你只要把鈔票轉到正面 然後把右邊的部分折向左邊 大約四分之一處 然後用你的手指頭下去做摩擦 如果你有聽到嘰嘰咕咕咕的聲音 那麼他就是真鈔 如果只是聽到單純紙張摩擦的聲音 那麼這張就是假鈔 整個過程大概只需要花兩秒鐘 從一百塊到兩千塊都可以做測試 而且完全不需要任何儀器 或是燈光來輔助喔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 我是橘偶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偶隨隨念 我們下次 見